你刚才说短期内大家都是先忍一忍手 因为要观察两样东西就是联储局 政策走向和新变种病毒的情况 但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开始部署2022年 有什么投资主题或者当中的有什么焦点股份 你觉得我们现在连美也是趁调整 有机会买到一些好东西 帮我们大家看看如果是美股方面 接下来应该怎样去选择股份投资 我相信有些很大的主题是不可以没有的 就是大家知道新能源升级当中的新能源车一定有的 其实如果你说以整个今年结炒的几个主题 就是晶片、新能源车、电池 就是这三个为主 其实如果以这三个主题当中 其实新能源车的版块相对来说 其实是 总是升了不少 升了很多 其实都是相对便宜的 但反过来说晶片或者电池 其实是真的贵的 所以那些就会变成未必那么舒服 不像今年那么舒服 因为大家要去想的一件事 例如晶片 其实今年有一个很大的价格 就是说大家有个晶片方 但是大家重看一件事就是说 其实由刚刚这个季出的业绩 大部分的公司都是说 其实去到第一季 其实已经开始会顺利 叻小一点的公司 差一点的公司 都在说第三季 会正常化的了 其实就是 简单的演绎就是说 你晶片方的pick out 其实应该已经是 见了顶的了 除非 除非你突然有Omicron 这个就是想不到 这个是 大家可能要想一件事就是 2022年可能暂时 头一季 都会有少少重复 2021年 如果真的比较一些 pro少少的行 通常我们都会说这句就是 这是被动的 这个被动不是被动于 买东西 如何去决定被动 而是一路买住 一路就要等 会不会突然有 这种疫情消息 是的 所以如果晶片方块里面 我相信大家都在等 NVIDIA会不会去买 是的 我估计这只是 大家都走不掉的股份 但是你说 如果你在旁边 其实有一只 昨晚曾经破过一下顶 MCHP 那不是很高端的 晶片公司 相当于NVIDIA 但是现在就很糟糕了 但是最重要 其实这个元素是什么呢 就是其实不是每次去想 一些很fancy 或AI元宇宙的概念 反过来就是想 刚才不是说到 电动车是一个 大的格局范围 你可以想想 后面有什么supply chain 有得选择的 因为我们仍然还有一个 很大的认识 或者有一个相信 其实下年很多的供应链 或者晶片方 其实是解决为主的 所以我们就会想 那就是会越来越多 电动车的公司 会更加多订单 在这些相关的晶片 所以这间公司 一向有做电动车的晶片相关 而还有一样就是 他们会做一些5G形容 IoT的范畴 那我们觉得这些 都是在相关板块里面 不算太多人炒到它很贵的 那变成一只贵一只相对便宜 可以这样去想 但是捉住这个套路去想 就会说 因为Tesla 不用解释太多 一定要有的 但是如果你说 在这个板块 或者在中资股里面 如果大家觉得 比亚迪太贵 那我就会想可能 未来 是的 但是这个 未去到我们 整个 最后 觉得 2020年 最有信心的 十只二只 只不过 刚刚这些 都是在我们现在的 考虑名单里面 是的 应该下个星期 我们就会决定是哪些 但是 未来 其实是某程度 吃得正 刚才说的 那些就是 你今年 对它的期望很低 晶片 供应链 对它来说 是有点点阻止的 那去到 下年 是炒它 可以顺利出三款不同的车 甚至 下年 会不会重提来 来香港上市 那这一只 应该是 其实也是很大的 核码来的 所以 但是 少少离生 大家 跟得很久 就会知道 以前我是 蔚来加特斯拉 这样买的 是的 但是蔚来我就 没有加仓很久了 是的 以及自己公司 就没有持有蔚来的 即考虑会 没有考虑 考虑会买房 因为其实那时候 去年公司的时候 我们蔚来有买的 但是 应该是十几元买 然后去到五十多元 就开始减仓了 是的 中间尝试再炒那一次 但是那个波幅 那次就很小 那就不想强行炒 就是 我们通常买些东西 是想买些 中长期有前景 但是你最多 中间拿些少少 swing 但是 未来 就放下了一段时间 现在想 下年有得看看 嗯 是 谢谢大家